今天,一名来自摩门教最大宗派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投资经理表示 该组织储备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慈善工作 但从未将其用于此类项目 爆料者名叫大卫埃尼尔森 他最早于2019年就向国税局提交了投诉 但直到昨晚他接受采访时又再度将此事件曝光 他将这笔巨额财富称之为秘密对冲基金 每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都会通过一种名叫十一奉献的做法 教徒们会将大约10%的收入捐给该宗教组织 大约能从1700万成员那里收取70亿美元的资金 尼尔森表示,储备基金成立于1997年 现已激增至超过1000亿美元 几乎是哈佛捐赠基金规模的两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戳天对西欧多国进行了连续的旋风式访问之后 今天抵达了英国 与首相苏纳克进行了会面 除了上周宣布的巡航导弹外 英国还将向乌克兰运送数百枚防空导弹和武装无人机 苏纳克表示,提供战斗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他确实愿意让英国成为提供这种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泽连斯基则还是希望英国能够提供F16战斗机 他在演讲中表示,乌克兰无法保护自己的天空 需要盟国更多的帮助 但由于训练此类飞行员的时间往往需要数月 西方国家提供此类武器的意愿也至今较低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世界上最长寿的狗在本周末庆祝了它的31岁生日 这只大型犬名叫伯比,是一只纯种的阿兰多傲犬 平均寿命为12至14岁 它在葡萄牙村庄的家中与100多人一起庆祝了它的生日派对 狗主人莱安内尔·科斯塔表示,它过去也曾养过几只老年狗 其中就包括伯比的母亲吉拉,活到了18岁 然而,它从未想过它的狗会活到30多岁 在这只狗狗的一生中,一直在房子周围的森林中自由漫步 从未被束缚或拴住 科斯塔说,这只非常善于交际的狗从不孤单 因为它在许多其他动物的包围下长大 不过,现在换算成人类年级已经超过200岁的波比已经走路不变 势力也渐渐变差,走路时经常撞到东西 据科斯塔说,波比长寿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它生活的十分平静 祥和 北美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入下 昨天,太平洋西北部的多个地区打破了单日高温记录 其中就包括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西雅图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 西雅图已经连续第四天出现80多度的高温 这甚至已经超过了7月剩下时的温度 而且由于气温较为温和 很多家庭都没有安装冷气 因此即使到了夜间 身体也很难从白天的高温中恢复过来 目前国家气象局已经向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加州中部地区的1000万人发出高温警报 随着本周高温影响的持续 西部近150项高温记录或将被再次刷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